听说MVTI性格测试更新了 我决定来测一测 到底我有没有改变 16型人格测试现在开始 请在10分钟之内完成 可以 灯光老师你可以10分钟之内下玩 因为他说10分钟 展现最真实的你 而不是你期待的样子 避免中立的答 认识你的人 更倾向形容你为 逻辑和明确这项目 逻辑和明确 你更喜欢 你乐于拥有广泛的人际圈 乐于拥有 乐于拥有 你看肥料剧的时候会很投入 一般 电话铃声响起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突发事件 你习惯最先做出回应 对 热衷于猎起和掌握心概念 是的 相对于一个朋友放松聊天 你偏向讨论的 即将会发生的事 具体的东西 你经常会考虑人类的命 人类及其命理 是的 你有时候会心血来潮做一件事情 是的 我更容易被认为是一个 重感情的人还是理性的人 还是比较理性的 如果你有一个约见 你是习惯临场发挥 还是事先 当然是事先周密的准备了 夜日时间里 你会积极交往 常常参加聚会 一起购物 一群人吗 No 若你有时间和金钱 你的朋友邀请你到国外度假 并且在前一天才通知 我会 必须检查我的时间 哪种更符合你 表面传统 其实内心是开放而热烈 不用了 这就是我 不用看另外一个答案 当遇到聚会中 第一次见面的人 对你很热情 你会 哦 这个是 但是我更会 对他产生好感是第一 你懂得如何把 每分每秒都花得有意义 是吧 总体而言 你是一个在交流时 有些保守和有距离感的人 对 你时常容易流露出和说出你的感觉和情感 不太 当你不同意朋友的想法是 我会尽可能地避免伤害对方的情感 Yes 我常看到感人的电视或者电影情节 看到流泪不止 一点点 你更喜欢远离外界的喧嚣 No 我喜欢热闹 你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 是吗 时间观念 是吗 是 脑海当中 时常冒出一些新点子 是吧 当和朋友约定好见面 如果你所约的人来迟了 你会很不高兴 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你自己常常迟到 也有吧 我也有迟到的时候 但是他们来迟了 我也不太会那么不高兴 所以中立大 把事物收拾的有条理 你就会感到高兴 碰到熟人下意识躲避 不是这样 哪种更符合你 我很少质询和指责他人 更远作为一个随和和包容的人 对 你的内心渴望一次冒险 是的 下面哪个更符合你 在不与人接触场和我的充满了生命的愉悦 是 你发现很难谈论自己的情感 不会啊 还是点的是这样 对我说更具吸引力的是 聪明而反应敏捷的人 稳重而踏实的人 你说 是平常见到一个稳重的人 还是一个聪明的人 会更 我觉得是聪明的人 会更具吸引力 你更倾向于凡事都持科学的态度 是 你容易被强烈的情感影响 是 比起事前的计划 你的决定大多基于瞬间的感觉 不是 你喜欢一个人独自享受空间 或者是安静的家庭环境中放松 是 传统的生活方式让你觉得更自在 不 大多的属入时候你是这种人 先纵观全局 还有 你的桌子办公室总是整洁而规律 是的 除了这张桌子 独自行走你会觉得很舒服 嗯 自己走路好奇怪 你更倾向于 我的观察 好朋友倾向对你说 可以从你的世界出来一下 哦是 你是此类的人 喜欢在一段时间内专心到一件事 享受同时进行好简史 喜欢受到他人的关心 当然了 我常常会急急忙忙赶一件事 嗯 有吧 很容易与他人成为朋友 疲惫下班回家哪种描述更想你 再累了也得整些 那当然是啊 怎么可能倒下 扔下包就睡 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原谅 No 不认同 就算相爱凡事都是有分寸的 这个肯定的 喜欢清闲的生活 No 我喜欢一个人心动 No 喜欢装饰 是的 哪种意境更符合你 要梳理目标 对我而言 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是的 喜欢推测预测和分析 是的 还有 准备搭车远行时哪种更符合你 早早说好行 马上能叫出五个朋友的名字 五个朋友不还好叫吗 我能叫出十个 那你先叫 招三李四李五李七 呃 对 哪种更接近朋友对你的评价 外表变轻 大家都说我闷嗓 开朗活泼 大家都说我太过躁了 啊 还好 这个得重力 周围的朋友都说我是很冷静的人 是 你更擅长逻辑 对周围的人变化很敏感 是的 哪种更符合你 追求个性 哪种更符合你 沉浸与细节 哪种更符合你 喜欢惊喜 多少分钟了 十一了吧 这样有120道题 最后道题 我的结果出来了 我有变化 我现在是思维跳脱的理性自律小艺人 这不就是我 理性自律小艺人 EMTJ 霸总 元帅 外向型占72% 内向型占28% 直觉 82% 逻辑74% 计划80% 纠结型 60% 温暖60% 他给我的评语是 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勇气做出正确的决策 EMTJ是天生的大佬 他们魅力爆棚 自信满满 能靠自己的权威 把大家集结起来 一起为一个目标拼尽全力 谢谢 好了 我的MBTI现在已经更新了 以后大家请教我 EMTJ 你们也来测测吧 看有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 拜拜 所以你这次测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没有完全不一样 只是换了一个字母 那你觉得你现在是艺人还是爱人 但是艺人啊 你可能还是爱人 不是我 今天这个霸总的人设跟你今天这一套造型很大 还有道造型 这套造型 这套造型 是搭的我觉得 不然不可能测出来就是BUFF了 你对这个发型有什么评价吗 我很喜欢这个发型 真的 这个发型是我找了很久的那个参考 我说 好久没有做新的发型了 然后就去发了之前的杂志 然后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 然后就觉得这个发型不错 挺时髦 然后又符合今天的活动 然后又是一个很少做的发型 又是一个很少做的发型 然后就做了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我很喜欢 那你可以用大种的形式讲一句就是说 希望大家喜欢你今天的发型吧 不可以哦 再见 拜拜